哈喽大家好,我是Gary,那PS5终于被我买到了 Gary是因为前几天在小户上po的一篇,秋PS5的一篇posting之后 然后有人就私信我,问我需不需要 然后我就说OK,当天晚上就过去拿了 然后谈好价格就去拿了 然后卖主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然后他没有抬高价格,然后以原价卖给我 然后我坐在车里面准备给他带两杯奶茶 然后非常感谢他,愿意以原价来给我,卖给我 因为Gary的话非常不喜欢这种轰抬无价的情味 虽然我是很喜欢玩游戏,PS5,PS4,还有Switch的人 但是我还是不愿意出很高价格,像917这种价格 去光众的这些黄牛去,怎么说,容忍这种行为吧 所以说我就想等几个月之后再去Best Buy或者是Shopper在那边买 但是今天的话一个朋友,给我非常好心的朋友 然后告诉我他那里多出了一台 然后就why not,然后我就去拿了 如果你们去做KTT的话,你们看的价格可能是1000刀,然后1200左右 有一些数字版的可能卖950左右了 国内的话像这种已经炒到一两万了嘛,我估计 反正之后过来可能就是2000刀左右,2000到3000刀左右的价格 反正我觉得太高了 然后可以接受你们发现,突然有几个700和800的低价 然后他就是因为外国人他特别有意思他的付费方式 他给我回来是,know that that is fake, we posted so that the value can drop, I get 10 people posting value each, you should post some to you, sorry 他的中文意思就是说,他故意po这个高价格的原因就是他想把这个价格给拉低一点 别人看到这个PS5的广告就以为这个已经低下去了,然后他可能不会再po高价了 然后他们还有个组织10个人都po,要我也一起po,特别有意思 那我回的这段话也是,嗯,这类人给我回的一个消息,然后我付费商店想逗下他 就感觉自己比较幸运吧,就如果你最近在小红上刷这个PS5的话 这个人你肯定看到过,然后他因为他每次都在别人的下面都会留言 要他去带回到国内去,然后希望他能够早一天的玩到PS5吧 然后大家来跟所有的脚步一起来看看开箱吧 那首先的话是一个盒子,盒子里面的话装上这个白色的盒子里面分为两部分 那上面有一个小的一个横杠,然后小的一个小盒子,它主要是一些配件 那这个就是索尼的一些说明书,教你怎么去配置安装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就像一个安全手册,这是两本册子,可以看一下 OK,那这个就是手柄,这个手柄的触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有点磨砂的感觉,然后有点滑滑的 然后这边还有感应器,好像还可以吹气的,一个中间的感应器 还有触摸屏,对,反正感觉都还挺不错的,颜色也比较漂亮 黑白配色,黑白配色比较经典 然后这个就是电源线 然后这个就是连接手柄的那个线 然后这个就是HDMI的线,这里接那个屏幕的 这个就是它那个bass,它那个底的托牌 然后终于到我们的主角上场了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主角了,它真的很漂亮 我感觉白色和黑色的一个配色,然后流线型的一个设计 非常的现代,然后触感也比较好,比较光滑 设计感真的很强,bps4,真的很漂亮 然后它的感觉就像是一个路由器 然后就欣赏一下吧 你泡了咖啡,香味不离,飘满屋底 因为我想不想和你,你在里面加了点耐机 却晒大莫尼卡,谈谈你我未来的计划 坐在发光的摩天轮,看看五彩缤纷的路灯 海风有点冷,我们到处走走 我脱下外套给你扣好扭扣 害羞的夸我的边界都没有别人都 是我一想到就像小的利益 My baby I ain't me all night I just wanna I ain't me all night 你买了这很心甘的用意 让我什么时候去建议 Baby let's I ain't me all night You just wanna I ain't me all night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然后之后的话就是连上它的HDMI的线 然后还有它一个电源线 我们就可以来初始化这个PS5 来把它激活一下子 接着的话就把它那个手柄和主机连接起来 来激活一下这个手柄配对一下 接着就是升级 然后注册一下PS的一个账户登录上去就OK 然后这就是除界面的一个样子 就像这样子 你看它总的大小是差不多667个GB 然后它里面的内存的话占了20个GB 然后它剩余的内存是647个G你可以使用的 然后我准备买一个这种plus的会员 说每个月都有不同的游戏可以玩 因为现在PS5的话它自己的硬盘还是比较少 而且还比较贵我今天再等等看吧就 不过神明召唤的一个那个的话 我肯定是要买的 你看它的下面闪闪发光多漂亮 他说这样子树的话比较算是比较好 但是我觉得应该也OK的吧 非常非常感谢同时PS5号社Kevin的友情帮助 非常感谢 房屋需要关怀生活如此有爱 关注Gary一起用心生活